3月22日,在湖北省武汉市废科医院,山西支援湖北医疗队员李亚琴正在和同事商量 关于医用防飞沫压舌取样装置的使用情况,为降低医护人员采集烟柿子时的感染风险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新胸外科护士长李亚琴与同事攀驳一起构思 发明了一种医用防飞沫压舌取样装置,并成功申请专利 2月28日,是李亚琴支援武汉市废科医院的第10天 当天夜班,她和同事们要为新入院的33位新冠肺炎患者采集烟柿子标本 采集烟柿子的一名队员从隔离病区出来后告诉李亚琴,她看到飞沫喷溅在自己的面瓶上,这些话一直萦绕在李亚琴脑海中 有了这个想法,李亚琴和潘伯着手进行装置设计 疫情期间,寻找愿意配合实验的厂家并不容易 一位朋友得知她的想法,帮助找生产厂家出图,修改,实验,打样 经过20多天完善,医用防飞沫压舌取样装置成型,并投放临床使用 目前已成功申请专利 李亚琴表示,疫情结束后,这一装置也可长期用于临床 并正在考虑改进成一个用于危重患者吸弹的装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